港湾新闻网经贸和你聊 我是蒋全翰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我又邀请到了我们这个 孙建平博士 就是中华民国社会服务协会的理事长 孙博士 博士好 孙博士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孙博士我们上一次 就是有探讨到了 现在目前全世界都很夯的一个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在我们台湾来讲 从上次您的解说以后 大致上大家都了解到说 是未来台湾的造源产业 甚至又被封为是未来台湾的 所谓的第二个复国神山 讲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上次有访问过那个宏明峰院长 宏明峰院长是高雄医疗学院的院长 那他对于这个智慧医疗有些深入浅出的这个看法 他甚至说有把它提供给这个宏明峰医疗 作为这个他的医疗证件 那当然这里面最主要讲到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长照这是一块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生计产业 特别是癌症这一块的一个研发 那甚至现在讲到的话 就是这个有一关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疾病 那如何的让它做一个照顾 那或是把它医疗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要运用到所谓的智慧 这个所谓ICT产业的一些 我们谈最强的这个技术了 那我想说是不是今天我们借点时间来跟您请教一下 就你所了解到的 台湾目前在智慧医疗领域里面 有哪几个领域或者方向 那是台湾比较适合在世界上 可以跟这个世界打这个世界杯的 我想说是不是请你们来 就你的看法来提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实际上好 我们他三知识可以工作 那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思考 就是说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那就是做一个任务陈述 以及我们目前在整个智慧医疗产业 我们在它预测分析 我们目前所发展的一个程度 以及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产业 在这个智慧医疗产业的生态系的目标 那如果要建构生态系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 那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大上可以知道 他三知识就表示以目前来讲 整个全球趋势走向远居医疗 跟混合医疗的一个结合 也就是居家及医院 那它逐渐成为驱使 那所以药品的零售商 CBS 它其实转征在这个基本医疗市场 来收购医疗保健商 来拓展它全方位的居家照顾服务 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 比如说家庭医生这种类型的 它其实就是 医疗 它其实就是把它整个 以远距医疗的方式 那包括它药品跟医疗的一个整个结合 配送 对它的整个结合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方向 是目前全球一个发展方案 就是说 它是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的结合 为了差不多 就这个概念 为了强化数位医疗的方案 在医疗领域布局多年的微软 那其实它在2022年 它就收购了这个语音辨识巨头 的这个股份 那并且把它的技术整合到医疗 跟其他产业的云端之中 那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 那我们在 其实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那处在Web 3.0的时代 智慧医疗的技术不断的日行月异 那我们其实应该把弱项转为强项 那其实把友善老人的部分做好 那除了减少社会成本之外 更可以创造出整个生态系的医疗 医疗产业链 那目前台湾有必要去做的 这个智慧医疗的健康政策 来引领城市的发展 那它必须呢 要定出一个整体的发展的架构 以目前来讲 我举个例子 台北市是目前六都里面 它其实高龄化程度 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 它正如火如土 其实规划公共住宅 那它将会释出5000户的 银法智慧健康宅 从桌子椅子到这个 这个椅子是谁做的 它其实从克文哲 从克文哲开始 一直到现在在蒋万安 那未来我相信 不论市长长期 它市长以后 这已经有定了法律了 它是往这个方向再走 因为台北市 它相对是我们目前 台湾22线市里面 平均运命最高 那当然高龄化程度 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城市 那所以 而且它的自通信技术 发展也比较成熟 所以以它为例 它是大致上由市府 它就是由市府代管的 这个以房换房的方式 来发展 然后呢 那各个产观学研 它的机构能够 如果能够有效的结合 并且链接 长召2.0 然后来优化目前健保的制度 那这样子就可以建构 社会安全的一个体系 那它有导入5G吗 那实际上 当然这个是基本的 就是说你基本上我们在 对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整个网路的速度 传输度这些都是很基本 那就是说 其实台湾发展智慧医疗 刚学长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目前有哪些挑战 第一个 我们政府目前 缺少具体的政策蓝图 就是各个城市 它各发展各的 实际上我们在发展的时候 必须从整个 整体台风机码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就硬体跟软体 硬体呢 其实像包括 感测元件 还有行动医疗装置 那软体呢 包括什么 远距医疗软体 行动医疗的APP 还有包括软硬体的整合系统 这两个硬体跟软体 它必须两个面向 去做政策规划 好 那第二个 有吗 我觉得打断你的话 我们缺乏 缺乏 对 我们缺乏整体 像我现在带的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有的 我目前是 台湾的行为很少 我目前是各做各的 然后各家业者 自己去自己做自己的 那第二个 台湾目前需要去做的 就是把医疗机构的HIS 就是HIS系统 它去进行整合 因为其实 我上个月 我在那个高一急诊室 刚刚你讲到 侯院长 我讲高一急诊室 我刚刚在急诊室外面 看到怎么样呢 有一台救护车 送了一个老人家来 那结果一个家属骑机车 跟在后面 那那个老人家 他们正在做 心肺复苏 他等于说 整个做完 然后他大概 他大概 结果 几分钟之后下来 结果那个家属就说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把我父亲 送到龙总 因为他的病例都在龙总 结果呢 救护车告诉他 工作人员告诉他 我们是送最近的医疗运手 结果就推进去了 好 那我跟各位报告 实际上目前 光龙总跟高一 他自己个别的病例 自己个别的HIS系统 其实都还不一定能够结合起来 是哦 对 我这以为我们的健保卡插进去都可以 我说他的完整的资讯 并不一定完整能够整合起来 那实际上 其实你看 医院有发展自己的系统 就像我们各个大学之间 有个别大学的资讯系统 那资讯系统呢 他要去做结合 所以资讯整合 就是没有相容就对了啦 他是必须要医院发展的一个基础 因为第一个我要先相容 然后呢 台湾的HIS系统不一 甚至于啊 为什么会相容困难 因为他高度客制化 有的区域医院 他个别发展自己的HIS 因为资通信业者去找医院 去谈 就是我帮你建构一个模组 所以有利于他 那所以这个适用于这家医院 但是 形态 对 而且资通信业者都不一样 所以他各做各的 因此变成高度客制化 那所以政府想要把 智慧医疗发展成 第二个全球优势产业 就得要解决 各个医院 资讯系统 整合不一的难题 这是第二个要克服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当然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当然会思考 台湾有哪些机会 有哪些机遇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跟各位报告 除了半导体产业之外 那我们应该要做这三个做法 能够让智慧医疗的产业 相对比较有这样的机遇 第一个 台湾应在高雄设立 自由经济示范区 并且先设立智慧医疗专区 然后吸引 比方说包括大陆啊 各国的企业来高雄投资 来各国投 就是说各国来高雄投资 那参着新加坡的灵活 弹性的人才研览政策 积极争取大陆跟各国的科学研究的 顶尖人才 来这个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医卫专区 有没有 医疗卫生的专区 就叫医卫专区 那医卫专区里面有一个叫 智慧医疗的专区 有没有 那继续打造生技医药 还有包括智慧医疗的一个产业生态系 就是整个产业的生态系都在这里 那这样子就可以增加高薪的就业机会 因为它需要的是结合智通讯技术 以及相关的法律跟管理的思路 不过但是我打断想要请教你 譬如说你刚才提到那个想法的话 你必须要找到国外很多的国家 相关的医疗的专业的人才 来到这个所谓的医卫专区里面 来做结合来做合作 但有一点 比如说我所了解 美国它的这些医疗的相关规定 都有个FDA 对不对 那中国有中国的 要像这样子整合的话 你在体系上面会不会要选择 我要选边站吗 实际上其实我们目前在整个 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 必须要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 像新加坡就设立了不少 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目前台湾并没有设立 那我们大致上会打破了 这种所谓选边站的概念 我们透过政治工具的方式 让整个制度活化 那实际上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目前台湾的磁通讯技术 是属于有优势的产业 我们的医疗 医疗也有些优势 那所以说现在就是政策上面了 如果说能够政府去把基本政策做好 整个周边环境做好 客制化 客制美国的FDA的 客制中国大陆市场 基本上我们只要把政策工具 把它整个政策环境做好 那实际上相关的业界 它就会容易过来 那形成了一个生态系 那其实我们产业发展只要形成到生态系的时候 它所能够拉动的就业人数就非常的庞大 而且其实医疗是一个全球 我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有几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只能缓解 无法根除 第一个战争 第二个贫穷 第三个疾病 那所以说我们只能够透过医疗政策 医疗工具来缓解 那所以那当然 这个时候我就要拉到政府的宏观角度了 他就必须要做第二件事情 规划智慧医疗的发展地图 以及策略纲理 那这个是以健康政策的一个体系结构 这是以政府的角度来做 对 因为我目前台湾是以政府来做 是经济部来做 讲到这个我回过头来 谈到刚才前面那个所谓的医疗卫生专区 对不对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管理单位呢 是以政府单位来管理来推动的好 还是你先前上一集有提到的所谓的行政法人的体系 比如像公研院或是某一个特别的 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国卫院是不是属于这种行政法人 这种单位来管理 其实以正常来讲 因为我们在执行上 目前现状的法令是经济部在推 那实际上那你说以弹性效率来讲 其实比较适合PMO 叫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就是一个PMO 这个PMO是结合了包括卫福部跟经济部 那以及相关的包括科技部 它整合还有包括外交部 领事事务局这些 那因为它还涉及到整个包括签证 工作签证这些 它必须设立一个跨部门的PMO 专案办公室 那这个专案办公室就是要打造智慧医疗 这个产业生态系的一个办公室 那它就可以去做一个小组去结合 去整合相关的政府部门 你就是在政府部门里面的体系吗 这个当然这个PMO它必须有公部门的 有公部门的这个 有公权力 有公权力 所以它必须是政府来是PMO 规划这个蓝图和那个路径 它这个PMO 那实际上它当然要有公权力 它才能够涉及到一些规范 但是它又不是典型的 传统只是一个部门 因为一个单一部门 别的政府机关会横向会觉得 它会有所谓的本位主义 所以这个PMO它就是以业界的导向为主 那其实今天业者需要什么 那包括境外的厂商 他需要什么 我们要倒过来 我们台湾以往的政策 都是这个官员 官启门来自己闭门造居 其实不对 应该面向产业 听产业要什么 我们政府就活化产业要的 那当这样子 当产业要做什么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作为国家队的基础 就来去做周边的配置 实际上我们的目前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业界很强 那只要政府帮忙 那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广泛的 协调 对 那这个PMO 那不然的话 你看让业者 他一下找科技部 找经济部 他找到最后他会话题 那再来第三个 就是说我们还要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评价指标 什么叫评价指标 生态系出来 什么叫评价指标呢 台湾智慧医疗 运用在照护面 具有发展的潜力 因为我们现在是高龄化社会 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超高龄社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看 超高龄社会感觉起来好像经济会停滞 消费会减少 可是我觉得一体是两面 它其实就是也是一个产业的机遇 消费的一种产业 对 它是一个产业的机遇 高消费 对 然后呢 尤其可以配合政府积极发展长造政策 长造产业的这个做法 那开发相关的应用 还有协助长造机构的经营管理 那整合急性医疗跟长造的衔接 另外台湾在生物资讯的技术 还有生物资料库 高速电脑的运算的优势 那如果建构这个指标体系 我们可以发展个人化的医疗 精准医疗 还有透过大数据来串联多元资料 这样就可以选 让协助民众 他来做治疗上的选择 是 对 讲到这个的话 我想说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告一个段落了 是 简单说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所谓智慧医疗 要建立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的最上端呢 就是政府呢 他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是跨部会的 所谓的PMO的这个小组 把这个蓝图路径组合好 下面呢 找厂商来组一个国家队 必须有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 一个国家队 然后在国家队呢 下面再来推动这个所谓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这个医疗 卫生专系 有相关的政治工具 政治工具来执行 所以呢台湾的一个 而且他在做的时候 还有一个评价的指标 对 了解 那变每一个里面的指项 指项目 都可以在如何的 以哪些的工具方式来把它 哪些需要改进 哪些需要强化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到 说我们台湾呢 基本上在这个 未来的这个第二个 富国神山的这个产业啊 未来的发展的这个面向 是非常大 非常宽的 而且我们台湾在这个 所谓自通应产业 特别半导应产业 是值世界之牛二 然后介入到这个 医疗产业里面来讲 可以让我们台湾 创造更多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也带动台湾的经济发展 应付了未来老年化的 这种 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今天我们再次的 谢谢我们孙建平 孙博士呢 这么深入潜书的 把他所了解到的 以及未来国家 对 或是国家政府机构 要怎么推动的一个工作内容呢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各位观众如果说你还有 比较有兴趣的话题 需要来跟孙建平博士呢 来请教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留言地方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来跟我们这边 给我们制作单位 我们制作单位 当然会跟我们孙建平博士呢 来联系 给你做个回复 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孙建平博士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聆听 和观赏 下次我们再有机会 我们再邀我们孙博士 来再给我们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大家